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这个过程是值得的 参考经文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诗篇十六篇第三节 在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暖和的星期日 早上灿烂的阳光 从转的游泳池 反射到屋子的墙壁上 游池旁边的小热水池 如常地发出响声 人们带着礼物来到 之后 大家都努力帮忙 Dick四处走动 用他那被癌症毁坏的 沙哑声音 欢迎大家 Andy跟Tim 汗流浃背的预备食物 Angie 静坐一旁非常享受 Ron也彬彬有礼地 到处走动 他可能对于 即将要发生的事 还有点缓不过神来 那一天 我们要用他的泳池 来为人世袭 老实说 我不记得那一天 我们是为谁世袭了 那天有一些 无家可归的人 也走进来 参加这个洗礼聚会 但是我也不记得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但是我却很记得 在那个洗礼主日之后的一个晚上 Ron和我坐在他的泳池旁边 告诉我 洗礼聚会那天发生的一切 无论是他自己的信心 还是教会里的人 都是他的心灵 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平安 成圣是一个波澜起伏的过程 然而却是值得的 多年前我探访Ron的时候 他愿意开门给我 当时我实在感到意外 神的作为如此奇妙 我怎能不赞美他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我的意念和心灵都需要平安 求你帮助我天天跟随你 又将我的忧虑和烦恼 变成信靠 喜乐和平安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每日晤星会 我就拉着日落 俩笆 这有讯za